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观题 假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当前的股价每股60元 市场有两种以该股票为标的资产的 欧式看涨期权和欧式看低期权 每份看涨期权可以买入一股股票 每份看低期权可以卖出一股股票 两种期权的执行价格均是70元 到期时间均是三个月 期权到期前不派发现金股利 预计三个月后股价或者上涨26元 或者下跌14元 三个月的无风险利率是0.8% 以投资者计划购买假公司股票1000股 同时买入改股票看跌期权1000份 在这里面我们说作为以投资者 他的期权投资策略 就是保护性的看跌期权 我们来看一个要求 利用这个套期保值原理计算这个套期保值比率 并且计算一下每份看涨期权的价值 那我们要计算这个套期保值比率的话 我们要计算出来这个股票价格上升时候 它的股价算出来这是86 那么下降时股价算出来这块是46 同时呢我们还得算出来股价上升时候 你的期权价值 那么上升时候呢 我们说你股价是86 执行价格呢是70 市价高于这个执行价格 那么这个看涨期权的这个价值呢 就是16 我计算价格如果下跌的话 市价是46 小于这个执行价格 那么期权到期的这个价值呢 就是为0 这个套期保值比率呢 它是期权价值变化 除以这个股价变化 算上结果来 这就是0.4 我们有些同学 去年在做这个题的时候 把这个分子父母都颠倒了 很可惜是吧 我们这个题呢也是通过考生回忆的资料 我们拿过来做一个讲解 那接下来我们的计算一下借款的金额 我们说你要计算这个每份看涨圈价值的话 应该是购买股票支出减去这个借款金额吧 那么这借款金额怎么算呢 它是用下行时候的股票价格乘上这个套期保值比率 挨持 那么也就意味着 在股票价格下行的时候 你把这个股票一卖 正好能够还本类合 那为什么我们用下行的股票价格 去计算这个基本金额 因为我们说了 下行的时候 恰好呢 这块的期限价值为零 计算就简单点呗 好了 除以呢 一加上这个周期的无缝页利率 我们这里是三个月的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计算出来这个借款的本金 那好了 我们算期限价值的话 那个说用你购买股票的支出 你不是购买0.4股吗 每股价格是60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购买股票支出算出来 然后呢 减去借款的金额 借款金额属于先进流入 是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一个 5.75的一个成本 这个呢 就是期权的价值 应该不复杂是吧 那接下来 看第二要求 利用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的评价定理 计算呢 每份看跌期权的价值 那我们说看涨期权价值有了 减去我要求的看跌期权价值 等于股票市价 减去执行价格的限制 等事列出来之后 求解没问题的吧 一件一丝方程 计算出来 看跌期权价值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会发现 如果说第一问里面 你的看涨期权价值算错了 这个看跌期权价值 是不是也就错了呢 接下来 看第三个要求 基于二的结果 三个月后 股价呢 下跌14元 计算已于投资者的净损益 我们注意一下 阔谱的说明 在计算组合净损益的时候呢 不考虑股票的价格 期权净收入的时间价值 结果我们有些同学呢 断据给断错了 他说计算组合净损益的时候呢 不考虑股票价格和期权的净收入 那你算什么算 注意是不考虑他们的时间价值 我们读题的时候 得把它读明白是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说你第二问又错了 那这第三问也就没分了 因为它是怎么样 是根据第二问的结果来算的嘛 那我们说作为已于投资者 他的这个投资 我们前面说了 属于保护性的看跌期权 那保护性的看跌期权 我们注意一下 那个组合收入什么样的呢 我们那个线还有印象吗 组合收入的线是这样的 的话 那就说股票市价如果小于 执行价格的时候 我们说你的组合收入呢 就是执行价格X 如果说这市价大于执行价格的话呢 你的组合收入 那就是股票的市价 那我们提中告诉他 他说股票价格如果下跌14元 那就意味着股价就是46了 那股价是46的话 就意味着小于执行价格 那么小于执行价的话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你的组合收入呢 就是执行价格70了 那你组合成本呢 组合成本的话 我们说你买股票的这个价格 这是个成本 当前股票价格是60 然后呢 你买入一份看跌期权 它的价值是15.19 那合在一起的话 这不就是你的 构造这样组合的一个成本吗 那我们说你买入一股股票 同时再买入一份 改股票的看跌期权 你的净损益是不是就会出来了呢 那么净损益出来之后 你买多少股啊 你是买了1000股的股票 和1000份的看跌期权 那你再乘个1000不就可以了吗 注意我们将来在做这题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必要 非得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分析过程呢 没必要 我们这种分析过程的写法 是方便我们考生阅读 方便我们理解这么来列试的 那在考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去列试 一看出来啊 股票这个市价小于支盈价格 好了 那我们怎么样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组合收入70 然后减去这个组合成本 那组合成本呢 就是60加上15.19 好了 那算出来结果知道吗 这就是每一份的股票 这就是每一股股票 和每一份看跌期权净益吗 然后括号外边 你再乘上一个1000就OK了 另一个式子 算出结果来就行了 没必要说把这些文字性的解释都放在这 难道不成你还告诉告诉你 月经老师是这样做出来的 大可不必 只需要列出这个计算的过程 写上结果就行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 X股票呢 当前的市价呢 每股25元 市场上呢 有该股票为标的资产的期权交易 有关的资料如下 第一个资料 X股票呢 到期时间为半年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 执行价格呢 均为25.3元 每份看涨期权呢 可以购入一股X股票 每份看跌期权呢 可以出售一股X股票 第二个资料 X股票呢 半年后的市价的预测情况呢 我们给了一个表 我们有这么四种情况 将来的股票价格 他说如果下降百分之40 有0.2的可能性 下降百分之20 他说有0.3的可能性 同样呢 上涨百分之20 上涨百分之40 分别有0.3和0.2的可能性 这是未来的永预测 接下来第三个资料 他说根据X股票的历史数据 测算出来 连续复利收益率的标准差 告诉我们了 这块是0.4 这个标准差计算比较麻烦 所以说呢 不用你计算了 是吧 第四个资料 告诉我们 无风险的利率4% 那么无风险利率4% 这么来给的话 没有做任何说明 你理解 一定要把它理解为年利率水平 如果是半年的话 人家会直接告诉你半年的 无风险利率多少 或者是三个月的话 人家会告诉你三个月的 无风险利率多少 如果没做说明 直接说无风险利率4% 那你就把它理解为是年利率水平 并且呢 你还得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是一种报价形式的 这就是我们的习惯 明白了吧 接下来 这里面给了 这个一元的连续复利中值的一个表 我们可以去查阅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呢 这么E的锡格玛 刚上T字密 这个不用N计算器 考试用到的时候呢 会可以直接查表就OK了 看第一个要求 如果年收益率的标准差不变 利用两期的二叉数模型 计算股价上行乘数和下行乘数 上行乘数下行乘数怎么算 他说并确定呢 以X股票为标的资产的 看涨期权的价格 这里面你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期权的期限是半年期的 半年期的话 如果利用两期二叉数模型来去计算 这个上行乘数下行乘数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就转换为三个月为期 那么两期的话 恰好不就是六个月吗 那么把这个计算结果呢 填到这个表格里面去 这种考法还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这里面包括这个股价的二叉数 包括这个看涨期权的这个二叉数 那这里面呢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面你看 这不就是两期吗 那两期的话我们注意 这块人说了按年来表示哈 那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表怎么来填 那我们计算这个上行乘数和下行乘数的话 我们说这个上行乘数 就是E的西格玛根号T字密码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西格玛已经告诉我们了 按照连续复利算出来的这个数据率标准差 然后呢我们说根号下那个T 那个T什么意思 T一定注意是按照年来表示的一个期限 既然呢是六个月的一个期权 按照两期的二叉数去计算 那就意味着每一期就是三个月呗 每一期三个月那就意味着0.25年 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 我们给出那个表去查阅一下 就是E的西格玛呢是0.4 然后呢根号T字开出来是0.5 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查出来 这个中值系数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我们说你这个上行乘数算出来之后 那个下行乘数呢 那就是U分之一OK 它也就出来了 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所谓的上行乘数和下行乘数什么意思 上行乘数也就意味着 是1加上股价上升版本比 下行乘数呢就是1减去股价下降版本比 那好了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注意一下 其实你这可以发现什么呢 你看上行乘数下行乘数 它们是倒数关系是不是 其实这种倒数关系在我们二叉数模型里面 特别是在多期的二叉数模型里面 可以减少很多个节点 明白了吗 可以减少很多个节点 这也是一种假设的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可能人家把题给我们之后 直接告诉我们上升数股价下降数股价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按照题中所给的上升和下降股价 你就可以直接算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 你就根据题的假设来走 你股价都告诉你了 那么上升和下降股价告诉你之后 你不就可以直接计算出来 这个上升百分比下降百分比 也就计算出来上行乘数下行乘数了 对不对 那就简单了嘛 我们这里面你注意 这个多期二叉数这块应运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啊 这上行乘数下行乘数 这个是互惠倒数 互惠倒数的目的就是 可以使我们这些节点 尽可能的少一些 简化一点呗 这是它的一个假设 好了 那现在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呢 这个股票价格的二叉数问题 当前股票价格呢 高速为25对不对 那现在看一下 那么三个月之后 那股价呢 我们说有上升下降两种情况 是不是 那上升的时候呢 就意味着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用当前股价呢 我们乘以一个上行乘数是吧 然后下降的时候呢 用当前股价怎么样 我乘上一个这个下行乘数D 是吧 这不就可以算出来的吗 那同样道理的话呢 我们说你三个月之后再往后走的话 在六个月之后呢 它又有什么 又有上升和下降两种情况 是不是 那我要算上升的时候呢 相当于是用三十二五四怎么样 再乘上一个上行乘数 是不是 那算你25的时候呢 相当于乘以一个下行乘数 是不是 是这样的吧 那么以此类提的话呢 我们说你三个月之后 那二十点四七 它也分为什么呢 也分为这个上行和下行 是不是 上行的话相当于是乘以一个上行乘数吗 下行的时候呢 应该乘以一个下行乘数吗 这能明白了吧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看看我们的上行乘数和下行乘数 如果会到处的时候 你看看 节点是不是就少多了 那就意味着 你看看 三十点五四 往后乘上下行乘数 正好等于二十点四七 乘上上行乘数 都等于25 看明白了没有 这样的话 我们节点不就少了吗 计算起来比较简单的是吧 另外呢 我们从这个股价二叉数这块可以发现 我们横着过来的话 都是用前面那个数乘以一个上行乘数 是不是 然后它的右下方那个数呢 应该是用前面那数乘以什么呢 乘以一个下行乘数 看明白了吧 OK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六个月之后的 六个月之后不加那两期之后的吗 然后把这股价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这块有个37.3 往跟谁去比较呢 和这个执行价格25.3去比较了 那就说 你这个37.3怎么样 是大于这个执行价格的 那么大于执行价格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这块 这个期限价值多少呢 期限价值这块有一个12 好了 那么类似于这种节点呢 我们一定要对应好了 你如果节点没对应好的话 这题肯定做错了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说你六个月之后的股价 如果是25的话 25的话我们说小于执行价格25.3 所以说怎么样 对应着下边这块怎么样 下边这块的期限价值为0吗 如果说你六个月之后的股票 市价是16.76 你看也是小于执行价格 所以说怎么样 所以你这块怎么样 这块的期限价值应该也是0 看明白了没有 那么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六个月之后的 这个期限价值 已经表出来了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注意一下了 我们这5.64 怎么算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我们后边定的 一个是上行期限价值12 和下行期限价值0 算出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先算出来呢 六个月之后的 这个期望值 规算呗 那应该是用这个 12乘上一个上升时候的概率 0乘以下行的概率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你六个月之后的期望值呢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 再去折线 折线怎么样 相当于是 计算一个 从六个月月末 折到三月月末嘛 按三个月的一个 无风险率去折线 不就这意思吗 那就可以算出 这5.64了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5.64之后 那下边这0呢 下边0的话 你看看 你这一块对于那是0 这一块对于那是0 那就很显然 这块也是0了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再由这个5.64和0 再算谁呢 再算出这个2.65嘛 再算一遍 两下杀数 其实就算两遍呗 那就是5.64乘上一个 上行的一个 概率 是不是啊 0乘下行的概率 那么下行概率 就不用算它了 因为是下行的圈 价值为0嘛 就不用管了 是不是 那么算出期望值之后 你再去折线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把它折到当前就可以了 还是三个月的一个什么呢 无风险利率 是不是 这样的话就可以算什么呢 算出2.65了 也就是算两次呗 是不是 这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那我们可以呢 那我们可以呢 查阅一下我们这块的一个计算的过程 关于这里面的上行的概率 那么它这块算的时候呢 我们说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种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借助于 这个风险中用原理 还有印象吗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里面怎么样 这个三个月的一个无风险利率 这就是投资者 他享受的这个报酬水平吗 然后怎么样 这个上行的概率乘以什么呢 乘上一个股票价格上升的一个百分比吗 然后呢 这个下行概率乘以什么呢 下降的一个百分比 注意下降百分比前面要加个负号 是不是 表示什么呢 表示下降时候的报酬率吗 上升百分比不就上升时报酬率吗 那么下降的时候呢 我们看报酬率多少呢 把它算出来 一定注意是下降百分比前面得加个负号呢 是不是 这样的话才能反映出是下降时候的报酬率吗 好了 那根据这样的事子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这个上行概率来呢 这不就是我们风险中性原理这块 所讲过的这种概率的算法吗 当然 你说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那我们就怎么样 就可以直接用我们这个结果来算就可以了 那就什么 1加r减d除以u减d 你看多简单呢 那个r呢 注意是三个月的无风险利率呀 u和d我们刚才算出来了 上行乘数下行乘数 你看是不是很容易的呢 我们有些同学说 哎呀 你看看我这个二叉数模型不会呀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风险中性原理会不会呢 他说那个会 他俩不是一回事吧 两七代差数只不过算两遍而已呗 而且要注意是从后往前算 是不是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要求 就是利用呢 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评价关系 计算呢 看跌期权的价格 那我们说呢 你看涨期权价格算出来了 然后减去看跌期权价格 等什么呢 等于股票试价 然后减去执行价格求限制吗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有东西又弄错了 说执行价格求限制的时候呢 结果怎么样 他按照三个月的这个无风险利率去算去了 那不又错了吗 人家告诉我们了 说我们的期权什么 期权是半年期的 那我们说了 这个年无风险利率是4% 那你说半年期多少呢 半年期的这个无风险利率 那不就是2%吗 那你怎么能按照1%算去呢 是吧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一元一色方程求解 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 这个看跌期权的价格了呢 然后接下来 看第三个要求 如果呢 每份看涨期权的价格三元 每份看跌期权的价格五元 那现在你注意了 我这假设了 每份看涨期权价格 每份看跌期权价格 为啥这样假设呢 避免你前面把这个题做完之后 前面算错了 前面看涨期权 看涨期权价格算错了 结果导致后边都错 是吧 那我们这块怎么样 你前面该怎么算怎么算 对后边没影响 后边我这个 看涨期权和看涨期权价格是 单独给的 这还比较 这个 理想是吧 不受前面计算机构的影响 他说投资者呢 有两个投资方案 方案一呢 是购入一万份的看涨期权 那么购入一万份的看涨期权的话 每份看涨期权价格是三块 那就相当于投资三万呗 方案二呢 他说购入一千股的X股票 同时呢 他说再购入一千股 方案二呢 是购入一千股X股票 和一千份该股票的看涨期权 这不就是保护性看涨期权吗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从这个方案二来讲的话 你买了一千股的X股票 花了两万五 你又买了一千份的看涨期权 又花了五千 投资也是三万 是吧 他说计算呢 两个投资方案 他的预期的收益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么对于这个方案一来讲的话 他说 这个股票价格呢 当前价格是25 那未来呢 有四种情况 根据这个股票价格的变动 我们是不是把未来的四种情况 那股价是不是都可以算出来呢 然后呢 我们执行价格是25.3 市价小于直营价格的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块的收入就为零 市价大于直营价格的话 那我们这块就有收入 对吧 用这市价减去直营价格 不就可以算收入吗 我们说你每份看涨期权 它的价格为三块 那要算净损益的话呢 就应该用我们算出的收入 减去这个期权的费用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我们 最后这一行 它的净损益呀 这个净损益有了之后 我们要结合这个概率的分布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每份看涨期权 预期的收益呢 那么作为这个投资来讲的话 他买了多少份看涨期权呢 买了一万份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他的总的一个预期收益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方案二 方案二的话呢 我们同样道理 当前股价为25 未来呢 也是四种情况 我们根据他的股价的变动 是不是就可以把未来四种情况下的这个股价可以算出来呢 那么作为这个投资来讲的话 他买入了这个该股票的看涨期权 那买入该股票看涨期权的话 我们说执行价格是25.3是吧 那你能否给我算出来这个期权的一个到期收入呢 我们说你这个市价在小于执行价格的时候 作为看涨期权 这块怎么样 才会有这个收入 是不是 那么如果市价是高于执行价格的时候 他就会放弃期权 所以说呢 这个期权价值不就为零了吗 宣售为零 我们说作为这个投资者的话 他买入该股票 同时在买入该股票看涨期权 这就是一种保护性的看涨期权投资策略 那么组合收入呢 就是把这两个收入合到一起了 那么这两个收入合到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情况 当股票市价如果小于执行价格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组合收入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 执行价格 那么股票市价如果大于执行价格的时候 你看看组合收入 是不是就变成了股票市价 也恰好符合我们 这个讲课的时候所说的这个图 是不是 股票市价小于执行价格的时候 组合收入是执行价格吗 那么股票市价大于执行价格的时候呢 你组合收入不就是这个 股票市价吗 那么组合收入有了之后 我们要算组合净损益的话呢 那就说用这组合收入 把这个组合的成本减掉就可以了 那组合成本包括什么呢 一个是你买股票 每股25 你买入这个看跌期权 每份是5块 那一共是30的成本吗 那我们就用组合的收入 然后减去这个组合的成本30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你的净损益呢 然后呢 我们结合它的概率分布 你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来 买入一股股票 同时再买入该股票 一份的看跌期权 你的预期的收益 不就算出来了吗 那你一共买了多少分数呢 你是买了1000股的该股票 又买了1000份的 该股票看跌期权 那再乘上一个1000 不就可以了吗 两个方案的预期收益 就算出来了 是不是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 假公司股票呢 当前的股价 每股呢 是40元 六个月以后呢 股价有两种可能 上升25% 或者是下降20% 市场上呢 有两种以该股票 为标的资产的期权 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 每份看涨期权呢 他说可以买入一股股票 每份看涨期权呢 可以卖出一股股票 两种期权的执行价格 均为45元 到期时间呢 均为六个月 期权到期前 假公司不派发现金股利 半年的无风险 报酬率呢 为2% 告诉很清楚了吧 审计得好好审 你别最后说 又给他除以个二 那就完蛋了 是吧 接下来 看第一个要求 利用风险中性原理 计算 看涨期权的股价 上行时候的到期价值 上行的概率 以及期权价值 利用看涨期权 看涨期权的评价定理 计算 看跌期权的 期权价值 那我们说股价上升的时候 这个股价没问题吧 他说上升25%吗 算出 上行是股价 那么上行股价算出来之后呢 和这个执行价格去比较 高于执行价格 所以说 算出来期权到期的价值 也就是那个执行净收入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上行的概率 那么上行概率的话呢 我们这个期权这是半年期的 是不是啊 告诉我们半年期的 无风险利率是2% 然后怎么样 用这个上行的概率 乘上一个股票价格上升百分比 那不就是上升时候的报酬率吗 然后下行的概率呢 乘上一个下行的报酬率 那么下行的报酬率不就是股票价格下降的百分比前面价格符号吗 那就是下行的报酬率吧 一元一色方程求解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来 它的上行概率呢 那么当然你说我不这么劣势的则算 我就用1加r减d除以u减d 那更简单 是吧 r呢 就是这个半年期的一个无风险利率 是不是 那d呢 d就是指这个下行乘数吗 下行乘数 就是一减去股票价格下降百分比 叫下行乘数 一加上股票价格上升百分比 叫上行乘数 好了 算是结果是一样的嘛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股票价格下降的话 他说下降满着20 那股价就变成32了 小于这个执行价格 所以说呢 这个下行的时候呢 缺业价值为0 那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下这个看场期权的价值了 我们说半年之后 这个缺业价值乘上一个上升式的概率 因为下行缺业价值为0 不用管它了 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什么 六个月之后的这个期望值算出来 然后把它折现 按照六个月的无风险利率折现就可以了 除以一加百分之二嘛 那接下来 根据评价定理 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算出来 这个看跌期权的价值呢 这公式应该玩得很熟了是吧 应该玩得很熟了 接下来看第二要求 假设呢 目前市场上每份看涨期权价格2.5元 每份看跌期权价格6.5元 投资者呢 同时卖出一份看涨期权和一份看跌期权 计算呢 确保该组合不亏损的股票价格区间 这是什么组合呀 这是空头对销是吧 他说如果六月后呢 标的股票价格上涨20% 计算呢 该组合的净损一 括号里面 注意说明 他说计算这个股票价格区间和组合净损一的时候呢 均不考虑期权价格的货币时间价值 注意是不考虑的货币时间价值 不是说不考虑期权价格 审题审明白 有个同学就问过 老师啊 这题 不考虑期权价格怎么算呢 哎呀 我说你把题读全了好不好 是不考虑它的时间价值 不是说不考虑期权价格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这是一个空头对销是不是 那么空头对销的话呢 我们这个组合的收入 我们应该能够清除吧 这样图形是不是 那左边代表什么呢 左边这条线 代表的是这个执行价格 减去这个股票试价 然后呢 前面加个负号是吧 右边呢 应该是这个股票试价 减去执行价格 然后前面加个负号 是这样的吧 这就空头对销的话 它的组合收入的 表示方法吗 那我们这个题呢 问了他说不亏损的股价的范围 不亏损的股价范围 你注意一下啦 空头对销的话 你要收取期间费用 对不对 那收了多少期间费用呢 看场期间费用 看期间费用 和它一起是9块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这个股票的市价 偏离这个执行价格的差额 只要是小于9块钱就可以 我们怎么样 就保证不会亏损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股票价格要低 你不能够低超过36 如果高的话 不能够高于54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在36和54之间 我们说这个空头对销的组合 它的净损益 我们说它就不会亏损 换句话说 你的股票市价 偏离执行价格的差额 没有超过9块钱 这明白了吧 那个54就相当于是45加9呗 36就相当于是45减9呗 这么来的 接下来 它说股票价格呢 它如果上涨20% 变成多少呢 那变成48呗 48我们说 是高于执行价格 对不对 那么高于执行价格 应该是右边这条线 是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组合收入 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呢 加上你收取的趋势费用 算多少呢 算出你的净损益为6块嘛 你看一看 是不是在我们的范围里面呢 他说只要是股票的 市价在36到54之间 我就不会亏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块的 物价是48 是在他们之间吗 那你算出结果6块 是不亏损吗 这个我们验证 是吧 这就OK了 接下来看第三个要求 假设呢 目前市场上呢 每份看涨期权的价格 2.5元 每份看涤期权价格呢 6.5元 投资者呢 同时买入一份看涨期权 和一份看涨期权 指出该投资策略的类型和适用条件 并计算呢 确保该组合盈利的股票价格区间 可是如果呢 6个月后的标的股票价格上涨 满战时 计算该组合的净损盈 这里面同样有备注说明是吧 计算这股票价格区间和组合净损盈的时候 同样不考虑期权价格的后卫山价值 这之为简化嘛 计算没那么麻烦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多头对销的组合 是吧 那多头对销的话 在什么时候用啊 他说股票价格发生剧烈的变动 剧烈变动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 大幅上涨啊 或者是大幅下跌呀 这叫剧烈的活动 那么这个多头对销的话呢 我们这个组合收入 这条线呢 我们同样的可以把它划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种为字形 是不是啊 那我们说左边这条线是什么呢 左边这条线表示的是 这个执行价格 然后减去股票试价 其实就是一个多头的抗体起源嘛 右边这条线呢 它是这个股票试价 然后减去这个执行价格 相当于什么呢 是多头的看涨期钱嘛 好了 那我们说呢 要想保证这个投资策略的这种组合 我们说保证它盈利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意味着股票的市价和执行价格的差额 你怎么样 你得大于你付出的这个期限费用 那么你付出期限费用一共付出多少呢 一共付出了9块钱嘛 那就意味着是2.5 然后加上这个6.5嘛 也就意味着一共是付出的9块钱是吧 那现在你就注意一下了 也就意味着股票价格 我们说要高的话 那就是高于执行价格多少呢 高于他9块钱 那就是什么 你大于54 股票这个市价如果大于这个54的话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说你这个股票市价和执行价的差额就大于9块了 没问题 我可以盈利 你这股票价格低也没关系 你小于36也行 你小于36的话 我们说同样道理 这个股票的市价和执行价的差额也会大于9块 那么大于9块的话 就意味着我能保证盈利 这不就OK了吗 接着说了 他说如果说呢 股票价格是上涨20% 那上涨20%的话呢 变成多少啊 变成48对不对 变成48 那变成48的话呢 我们说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大于这个执行价格的 对不对 大执行价的话 我们说这个左手应该在右边 是不是 那就应该什么呢 应该48减去45 对不对 对吧 好了 那我们这个组的成本呢 组成本就是你买入看涨期权和买入看跌期权所付出的费用 对不对 9块 就9块 这样的话呢 我们算出多少呢 算出结果这是-6 那现在你注意一下啦 这时候我们算出结果是什么 是亏损的是吧 亏损的话就意味着 你看那48怎么样 它没在我们给确定的这个股价范围里面吧 它既不是大于54 也不是小于36是吧 所以说你看看 它就亏损了嘛 接下来看第四个要求 假设呢 目前市场上呢 每份看涨期权的价格2.5元 投资者呢 购入一股股票 同时呢 出售一份该股票的看涨期权 指出呢 该投资策略的类型 如果呢 6个月后 标的股票的价格实际上涨20% 计算该组合的净损益 那我们说了 这个组合策略是什么 是抛补性的看涨期权 那抛补性看涨期权的话呢 我们同样的注意一下 它的组合收入 画个图感觉一下 是不是 就这样个图嘛 那么左边这块呢 代表什么 代表股票市价 也就是说 你股票市价如果小于执行价格的时候呢 组合收入就是股票市价 如果说股票市价 大于执行价格的话呢 那就意味着 你组合收入就是执行价格X 是不是 这不就OK了吗 他说股票价格 如果上涨20%的话 就意味着股价达到48 那48的话怎么样 是大于执行价格45了 那就意味着 它的组合收入多少呢 组合收入就是执行价格嘛 执行价格多少呢 执行价格不就是45啊 然后怎么样 减去这块的组合成本 那组合成本的话呢 我们说你买股票的时候呢 是花40块钱 出售该股票看上去前呢 还会收2块5 两指之差不就是净成本吗 好了 算出结果来多少呢 是7.5 这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当然 我们这块这个股价是高于执行价格的 是不是 那么如果说这个股票价格 再给你一种条件 是低于这个执行价格 你再去计算这净损益会不会算呢 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也注意这个 一提多用是吧 那如果就等于这个执行价格会不会算呢 不就这三种情况吗 这个市价大约执行价格 小约执行价格 等于执行价格 还有第四种情况吗 对吧 接下来看第五个要求 所以假设呢 目前市场上呢 每份看跌期权价格呢 6.5元 投资者呢 购入一股股票的同时呢 购买一份该股票的看跌期权 只说呢 该投资策略的类型 如果呢6个月后标的股票的价格呢 实际上涨20% 计算 该组合的净损益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这属于什么 保护性的看跌期权 我们有位同学在学这个内容的时候啊 学到最后这些词都没整明白 还在嘴里办算呢 有人还保护性看涨 还是抛补性看跌 你就没搞明白 这个保护性看跌期权 你注意一下 它是买入股票 同时在买入改股票的看跌期权 你这样放在一起的话 才能够反向经对冲 明白了吗 你看你买入股票是在股票市场上 我股票增加了 你买入看跌期权是什么呢 你是将来要卖出该股票期权合约 你看方向是相反的吧 这个组合才有意义是不是 那同样道理的话 我们说那个抛补性的看涨期权呢 你是买股票 同时出售该股票的看涨期权 你出售该股票的看涨期权的话 意味着你要配合多投顶方 多投顶方怎么样 他要买入股票兼合约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就得卖出股票兼合约 你是被动的一方 这样的话 你方向相反才能对冲 这个东西你不用去硬背它 有人的方向都没搞明白 你没搞明白的话 你放在一起 你就不知道他为啥这样放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个保护性的看涨期权呢 你注意一下 我们画出图来什么样的呢 这个组合收入 大概就这么一个图形吧 对不对 那我们说你市价 如果小于直行价格的话呢 你的组合收入就是直行价格X 那你这个市价 如果大于直行价格的话呢 我们说你组合收入 就是股票市价ST 是吧 那我们这里面呢 他说这个股票价格 如果上涨20%的话呢 就达到48 那到48的话呢 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市价是高于直行价格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你的组合收入 不就是这个股票市价吗 然后减去这个成本是吧 那减去成本的话呢 在这里面一个是你买入股票的时候要花钱 你买入该股票的抗接期权呢 也要花钱 这不是你的成本吗 是不是就可以算净损益了呢 那同样道理的话 那如果说这个股票市价 如果说是小于直行价格的时候 那你能不能去计算一下他的净损益呢 应该也没问题是吧 应该也没问题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个题 他说假公司呢 是一家延伸品的交易公司 假公司呢 持有乙公司的 100万份看涨期权的空头 和100万份看跌期权的空头 我们这个题呢 是去年的考题 根据我们考生的回忆的资料 我们拿过来做个讲解 当然这个呢 我们根据考生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呢 我们来理解的话 他说假公司持有乙公司的 100万份的看涨期权的空头 和100万份看跌期权空头 说假公司持有的 这到底叫多头对销 还是叫空头对销 那么根据我们这些考生提供的资料 提供的这些信息 我们来判断的话 我们说作为假公司来讲的话 从这些字面的这个意思来看 应该说是假公司持有的是 看涨期权的空头 和看跌期权的空头 是意思吧 中间那些都是限定语 那么就说这个看涨期权是 以什么为标的股票的呢 是以公司的股票为标的资产 看涨期权呢 也是以这个以公司股票为标的资产 是这个意思 多少份数呢 买了100万份 所以这么来理解的话呢 我们说假公司应该持有的什么呢 是空头对销 我们有一同学理解了 说那个持有的是以公司的看涨期权空头 那是不是假公司要多投论呢 那就说根据我们考生提供这些资料的话 我们的理解 应该以公司是指标的股票的公司 它不是期权交易的另外一方 而且从我们字面来讲的话 应该说把这个关键词找到的话 应该说假公司持有的就是看涨期权的空头 和看涨期权空头 这意思吧 中间都是限定语 哎呀 这个题 这个 去年我们很多考生呢 在这块这个理解错了 九份就丢掉了 他说每份看涨期权呢 在到期日呢 可以购买以公司的一股股票 每份看涨期权呢 到期日可以卖出以公司的一股股票 每份的看涨期权的价格呢 是9.2元 每份看涨期权价格呢 是3元 这个期权到期日相同 执行价格呢 均是25元 以公司呢 当前的股价是30元 看第一个要求 计算呢 每份看涨期权 看涨期权的内在价值和时间一价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了 你这个股票市价呢 是比这个执行价格高的是吧 那我们说这个看涨期权的内在价值 也就意味着是立即执行的价值呗 市价呢 大于这个执行价格 看涨期权内在价值呢 这是5块 看涨期权呢 这个价格不是9.2元吗 它里面就是包括2块呀 一个是内在价值 一个时间一价呗 那我们把这个内在价值减掉之后 剩下部分不就是时间一价吗 这就出来了 这个看涨期权呢 我们说正好反过来的 是不是 你市价大于执行价格的时候呢 那就意味着你内在价值就为0了呗 那时间一价的话呢 那我们说了 你看涨期权价格 我们给的是3块 那就意味着你3块怎么样 都是时间一价了 这就可以了吧 好了 接下来呢 看第二个要求 如果到期一日的股价呢 每股分别为40元 20元和25元 计算假公司的净损益 那我们说假公司呢 持有的是看涨期权的空头和看跌期权的空头 那就意味着是空头对销 那么空头对销的话呢 我们说了这个组合收入这条线怎么划出来的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划出来 是不是 那我们说左边什么呢 左边应该代表是 你的这个执行价格减去股票市价 然后前面加个负号 对吧 右边呢 我们说应该是股票市价减执行价格 然后前面加个负号 是这样的吧 这些东西我们得学明白了哈 那么如果说这个到期日的时候呢 这股价是40块钱 40块钱的话呢 就意味着是比执行价格25高了 那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在右边这块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了 你这个市价 然后减去执行价格 前面加个负号 算出这个组合的收入 这面提的吧 那组合收入有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作为空头对销的话 你要收取圈费用了 是不是 那收取圈费用的话 就加上你收取圈费用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算出来结果那是什么呢 那是出售每份看上期权 和每份看跌期权的一个净损益 一共多少份呢 一共是100万份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它的净损益呢 然后接下来 如果说这股价是20块钱的话 就意味着小于执行价格了 是不是啊 那小于执行价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选左边了 那就意味着是执行价格减去股价 是呀 然后前面加负号吗 那你的组合收入有了之后呢 我们同样再加上你收取的趋劲费用 是不是啊 最后我们乘上100万份 是不是也可以算出来 你这个净损益呢 那么如果说到期的时候 股价25 正好等于执行价格 这时候怎么样 你的组合收入这块就为零了 那你这个100万份的组合净损益怎么样 那就是你这个收取的趋劲费用了 和在一起了 是吧 那就会发现什么呢 这时候你的组合净损益应该是最高的嘛 应该最高的 这就可以了吧 所以说那空投对销怎么样 最适合什么情况 未来股票价格相对比较稳定 没有大幅的上涨 也没有大幅的下跌 最好的情况之下 就是什么呢 股票价格将来正好等于执行价格 这时候怎么样 你就净赚了收取的趋势费用 是吧 接下来看第三个要求 假公司的投资策略呢 适合何种市场行情呢 这说来的吧 我们说市场行情是什么样的呢 股票价格比较稳定就可以了 这是最适合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个专题呢 就告一段落是吧 我们有很多考生觉得这个专题 哎呀 这个比较抽象啊 这个做题是不会啊 其实我们说一些背景的原理性东西 如果实在搞不清 弄不明白的话 你就按照我们讲课的时候 我给你那些操作手册 一步一步的把它套下来 这分呢 也不会丢 明白了没有啊 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去紧张 基本上说一些典型的这些题呢 我们在这个专题里面呢 都涉及到了 是吧 把这些东西呢 要搞清楚 要弄明白 就足矣 好了 下来之后呢 还要充分的去 把我们的考点呢 好好的去熟悉 然后呢 再适当的 把这题的做一做 保证手要熟 就可以了 好 非常感谢呢 我们各位考生 来听我老假讲财物 那我们下个转机再见 好 谢谢各位同学